她看的是现在不只要防禽流感 也要防鸟身上的寄生虫 因为台中有名顾小姐 是因为等公车 却被不知名的虫给咬到 起氧无比 她也是看了医生之后 这才知道是被鸟身上的寄生虫 给叮咬 图片里恐怖的红肿 让人看到就全身起鸡皮疙瘩 台中一名顾姓小姐 日前被不明的蚊虫叮咬 造成全身起氧无比 就以后才发现原来是 寄生虫的寄生虫在做怪 真的是另类的蚊鸟危机 这种寄生虫被俗称为鸟屍 专门寄生在蚊鸟身上 这种鸟屍如果接触到人体 咬痕的毒素还可能扩散红肿 影响全身 甚至抓破皮留下疤痕 医师也提醒 如果遇到莫名的红肿身体痒 一定要赶紧就医确认原因 而到深山眼里游玩 也尽可能穿长袖保护 以免被不明蚊虫忍上身 联合报庭赵伟台中报道